來關心以哈戰爭擴大 以色列軍隊在當地二十七號深夜 擴大對加薩的軍事行動 結合海空支援進行大規模的地面作戰 導致加薩幾乎通訊與外界失聯 以色列總理表示 與哈馬斯的戰爭進入第二階段 而巴勒斯坦是痛批 卻是讓加薩面臨種族滅絕的戰爭 一枚又一枚的炮彈朝著目標發射 以哈戰爭持續擴大 以色列軍隊在當地二十七號深夜 擴大對加薩的軍事行動 結合海空支援進行大規模的地面作戰 以色列總理納坦雅夫表示 與哈馬斯的戰爭進入第二階段 在晚餐廳 我們在我們一段階段 在封面的封面 以色列國防部長格朗特表示 以色列的部分士兵 已經深入伊斯蘭武裝組織 哈馬斯建造的地道 部隊將會持續作戰 直到接到其他新的命令 而納坦雅夫表示 已經跟人質的家屬會談 也向家屬發誓 會用盡各種手段 讓他們的家人回家 但政府強硬的態度跟擴大攻擊 讓部分人質家屬擔心人質的安全 二十八號晚間聚集在 濱臨地中海的港口城市凱撒利亞 高喊反對總理的口號 卻遭到警方虛干 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 阿巴斯則是痛批 這是讓加薩面臨 以色列的擴大攻擊也讓加薩的電話和網路服務 幾乎完全中斷 加薩境內約兩百二十萬人與外界失聯 也讓援助機構洪星月貴跟吳國界一聲團體 難以在加薩的成員們聯繫 為此太空探索技術公司SpaceX的創辦人 馬斯克二十八號也在社群平臺X回應 儘管加薩的終端機沒有請求與星鏈連線 但仍未提供星鏈服務 為國際公認的救援組織支援通訊服務 公認新聞陳盛比